进一步现场的一个重点分析 问你请要到的专家是资深分析师 孙玺婷 坦克 坦克好 请就很晚 大家好安 好 坦克我们先来看到 今天iPhone X热闹的一个开卖 很多的一个果明 彻夜排队一拿到iPhone X的时候 非常兴奋就开始拿起来进行测试 但没有想到也有同时发生了悲剧 竟然发生了全球的第一摔 这只苹果的iPhone X 可能啦 大家在测这个Face ID功能的时候 不小心一个手滑 结果摔出了全球手碎 这个大家也是比较担心 是不是它的玻璃的一个相关的 一个面板机壳 可能有点不耐摔呢 你看这个裂痕呢 其实还蛮密的 不过目前看起来算说摔碎了 但是呢 功能部分都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听说啦 这块面板非常贵 如果呢我们要这个面板不小心摔碎 你要去维修的话 光面板就要花掉9188块 不过为什么果明还是趋至若鹜呢 这只苹果史上最贵的手机 包含了维修费用也非常的可观 为什么这么吸引人 它的热度有没有办法持续延烧 你怎么看 对 我们看到 其实这一次呢 苹果刚刚亭娟提到的这个手碎 我们只能说啦 因为玻璃是耐刮 但是呢不耐撞 所以说玻璃的话就容易有 这个一撞到就容易有裂开的情况 我想大家手上如果有玻璃即可 这个感触应该很明显 那这一次其实回来 为什么会整个iPhone X 当然就是它有一些创新的发展 创新里面刚亭娟 我刚12点有看得很仔细 就是其实手机在那边 做这个开机的时候 我很小心拿 对 亭娟很小心 重点是在于它是有脸部辨识 算是一个热点 其实脸部辨识 其实在盘面上 我们大家都知道 一个就是稳貌 我们看股价K线 其实这一波一路走多 从几十块 我们时间在拉长一点就发现 从几十块涨到270几块 另外的话跟2360相关的致贸 也是打入跟光学3D感测有关 今天也是穿个波段高点 所以你发现盘面上 其实一开始的人脸辨识 3D感测已经在加温开始涨 但这两天最强的是什么 是耗星 大家有没有发现 2405的耗星 然后就开始有人说 耗星不是跟这个 苹果的iPhone比较没有关系吗 但是不要忘记 耗星的人脸辨识 主要是用红外线蕾射的感应技术 这个部分跟苹果有点差距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我们来看 这个文貌大涨的逻辑 是因为iPhone X的人脸辨识 感测元件 但是耗星其实是在人的生活之中 更多 我们举一个例子 耗星为什么最近强 因为机场 桃园航夏 123航夏 用到耗星的人脸辨识 部分的企业总部的门禁 还有上班的考勤 都是用人脸辨识 所以你会发现 当你在人脸辨识的过程 手机的人脸辨识 主要是一对一 或是说一对单 单数就是记录你的人脸 但是如果你要大面积的辨识 其实重点不是在 相关的这种技术 我们要看另外一种技术 我们来看 往下看 在这里其实 昨天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看到一则新闻 就是鸿海供人脸辨识 投资入企 这个重点是在哪里 它要锁定视觉辨识的领域 什么意思 我们刚刚提到 苹果的手机是一对一 但是我们来看 视觉辨识的重点是什么 在茫茫的人海之中 你可以找到 你要找的那个人 它可以同时辨识很多的人脸 同时辨识 这部分其实在公家机关 就是像公共场所 像是机场 车站 这可以开始应用 然后延伸下来一些大企业 假如说台积电的厂房 它不要让随便的人士进去 它可不可以安装这种人脸辨识 只要不是它的员工 就会出现一个警示 所以这就是用一个AI的运用 把视觉分析纳入整个 人脸辨识把它整合在一起 变成一种新的人工智慧的应用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看到 为什么耗星会强 因为耗星的技术就是 往这种大面积的辨识 或是多项的辨识 再做一个延伸 我们来看 就是视觉辨识的应用领域 目前的话像这个在路边 我们看到 它可以分析快速辨别所有人脸 这个是在北京的火车站 因为我们知道 你每年看村运人都非常多 怎么辨识人 怎么看里面有没有通气犯 怎么辨识里面有没有在寻人的部分 全部用人脸辨识 所以我们会发现 其实人脸辨识最后是取得数据 数据之后就是要有意义的情报 这样之后才可以做进一步的延伸发展 我们举一个例子 我们这里先都跟大家讨论入股 我们先来看一档股票 这是大陆的安全监控的龙头 也是全世界的数一数二的大厂 这叫002415海康威斯 他最近在做的就是在 从原本的安全监控 跑到人脸比对 跟整体的一个安全的领域 我们来看就是公共场所 他把每一个人的脸都比对出来 然后由资料库来做一个身份的辨识 这个重点是在哪里 习近平曾经有去参访过 所以算是蛮重视他的 为什么今天要讲他呢 我们来看K线 这个今天是穿一个波段高 为什么要穿波段高 你把入股间打出来看 其实是蛮辛苦的 我们来看K线 其实入股间是拉回的 持久大后好像都偏弱震荡 对 你会发现上阵间是跌了0.7% 五盘战收缩对比 对 五盘都跌 但是海康威斯再把它拉出来看 海康威斯是怎样 创新刚好你看 一来一回的过程 为什么安全监控跟人脸辨识 可以整合在一起 因为这就是未来AI的运用 所以我们要了解 在整个产业链里面 人脸辨识的产业链 一开始一定是像晶片 人工智慧的晶片 还有一些分析的数据跟整合 但是衍生到应用面的话 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的是LED的相关的 红外线的LED 还有光学 因为要一个镜头模组 所以先前为什么晶电 今天虽然在震荡 但是为什么晶电那么强 因为一部分它有红外线的LED 一部分它也有面色雷达 这种辨识技术的技术在里面 所以整合之间 我们看到法然就一直卖晶电 另外亚光也是同样的逻辑 虽然刚刚婷威斯有提到 它的塑胶镜片跟玻璃镜片的整合 可能在苹果进度不会那么快 但是第一个它的自驾车领域 第二个是未来 我们可能纳入人脸辨识 也可以观察 因为先前涨一段的时候 我们知道一部分也跟人脸辨识有关 所以光学跟LED是接下来观察的重点 所以我们往下看 其实在3D感测人脸辨识的领域里面 最主要锁定的 除了刚刚提到的蚊帽 或是像红杰科或是像智茂这种 VCSL 面部雷射有关的这种公司之外 其实就是光学跟LED相关的公司 值得我们做关注 其中我们回来看像3428的光药科 这一波出现一个明显的拉回 但最近我们可以看到法人的筹码部分 已经开始有回补的迹象 就是不再卖压了 可以观察的是什么 因为今年他在相关的公开场合有说到 就是他的客户 其实在新产品的设计的时候 已经纳入3D感测的镜头 什么意思 因为苹果推出3D感测之后 他的客户是大陆的手机业者 大陆手机业者 不可能让苹果一个人嚣张下去 所以他一定会想办法追上 苹果相关的一个技术来应用 因为苹果手机有 我的手机也要有 在这个逻辑之下 其实已经开始在导入做测试阶段 后续光药科的产品 有没有可能纳入相关的应用端 我们就可以观察 因为这一波 其实不会只有涨到相关的文贸 字幕 整个效应的扩散 其实在后续 值得最终的 我们看到像号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好 非常感谢坦克我们带来 在目前盘面当中的一个掌握跟观察